西游记 第十五回 八戒讨旧兵 唐僧赶走了悟空 师徒三人继续往西走 来到了一片松树林 唐僧停下马 说 八戒 我有些饿了 你去化些斋饭来吃吧 八戒出了松树林 往西走了十多里路 也没看见一家人家 他走累了 心想 走了这么远 也没有人家 哎哟 我先睡上一觉再说 他把身子往草堆里一躺 就睡下了 唐僧在松树林里等了半天 也不见八戒回来 心里十分焦急 沙僧说 师父 你在这里坐着 等我去把他找回来 说着 就拿了宝杖 出松林来找八戒 唐僧一个人在林子里坐了一会儿 有些无聊 便站起身 慢慢走着散步 他走出了松林 一抬头 看见前面有一座宝塔 塔尖闪着金光 唐僧心里非常高 唐僧心里非常高兴 就快步走上前去 唐僧走进宝塔 见塔门大开 就轻轻地走了进去 谁知 谁知 唐僧 刚一踏进宝塔的大门 那塔门就嘎的一声关上 唐僧的耳边 响起了一阵尖笑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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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踏破铁鞋无迷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我费尽心机都抓不到你 现在你倒自己纵上门来了 唐僧一抬头 看见前面站着一个女妖 那女妖大声喝道 小弟们 快把唐僧给我捆住 吊起来 一群小妖一拥而上 抓住唐僧 再用绳子捆住 把他吊在后屋 再说沙僧来找八戒 他走出了十来里路 也不见得人影 忽然 沙僧听见草丛中有人说话 他用宝杖拨开了草丛 一看 原来是八戒正在说梦话 沙僧弯腰拉住八戒的耳朵 把他叫醒说 呆子 师父让你去画斋 你怎么在这里睡觉 快回去 师父当即了 沙僧和八戒往回走 到了林中一看 师父不见了 两人只好走出松林 寻找师父 他们见不远处有一座宝塔 八戒说 兄弟啊 师父说不定在宝塔里呢 快去看看 八戒和沙僧来到宝塔前 只见塔门紧关着 他们两个人上前 一边敲门 一边高叫 快门 快门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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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门哗的一声打开了 一个女妖站在那里 她两手各提一把宝剑 恶狠狠的问道 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敢来我门前吵闹 八戒一看 急忙说 女妖 我师父唐僧如果在你家里 就赶快送他出来 省得我举起钉耙打进去 那女妖笑着说 不错 唐僧是在我白骨洞里 可是要我送出来 别想 八戒大怒 举起钉耙就打 那女妖也不害怕 挥舞双剑迎上前去 沙僧也跳上来帮助八戒 他们三个在半空中打了几十个回合 八戒渐渐没了力气 对沙僧说 兄弟 你先和妖怪打着 老猪要去解手了 他离开了沙僧 找了一个草参的地方 一头钻进去 躺倒身子 躲在了里面 沙僧和女妖打了一阵 一个尸首 被女妖一把抓住 女妖把沙僧捉进洞去 交给小妖 叫小妖用绳子捆了起来 这一度 让 阿贵瓶迟进洞去 接下来 阿贵瓶迟进洞去